好 今天今天關心 國民黨立委陳雪生日前是提出了 離島建設的修正條例 他是希望說能引進中方的大陸 這邊的機具廠商 甚至是操作人力要來建設離島 這個也被民進黨立委批評說 是大開國安的後門 對此行政院長朱鎔泰 今天來到立法院被許有最新回應 帶您來聽 好 今天可以聽到主榮泰強調說 這的確會涉及到離島港口 甚至是機場的安全問題 因為涉及國安問題 還是希望說 委員們在提案 甚至是審查法案的時候 必須要以國家安全為優先 也必須要考慮到品質 而且還要考慮到之後 在建設的時候 這個監督性 是不是我們能夠來直接監督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張就是立法院最新